拼多多TUMBO 我们跟很多朋友聊过这个话题 他普通商会说没办法 做啊不做不行啊 大家都在做 物流商也一样 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 能不能形成个趋势 要看可能半年的一个时间 因为可能最近很多人去做拼多多的 可能我们的一些客户群体 也有一些可能评价比较高 一些评价比较低 但是的话真正的一个 要等那个趋势走出来 如果这个趋势是觉得 大家能接受 那可能他们会更加 都会融入这个赛道 因为我们其实做生意 很简单的东西就是说 我们一定要让我们的客户赚到钱 我们这边才能赚到钱 今天的金句出来 让我们的客户赚到钱 这句话怎么理解 你能怎么帮你客户赚到钱 其实可能这个东西的话 我以前也是不理解的 但是当我接触 更加多的一个公贸结合的客户 其实我会觉得就是说 我们要从物流的一个角度 帮他去做一个物流的一个方案 因为我印象很深 以前我们这边的一些 贸易型的客户的话 其实他对于当周的一些 出货的一个计划 他是没有个目标的 就是说我今天 我这周的生意是多少 我要备多少货 其实他完全是心里没有个概念 但是我们会跟一些 公贸型客户接触到 就是说他基本上 他的一个库存周转 供应链的管理是做得很好 这一周他大概就知道 下周的一个货量的一个计划 我们跟这些客户服务过之后 我们再把这个经验 给到一些贸易公司的一些客户 其实他会觉得 这个是对于他来说 库存管理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借鉴的一个作用 因为做生意很简单 每个人从一个草根发展 到一个公司的一个正常的运营的话 我肯定要知道 我下个月的目标是多少 我的一个预算是多少 但是如果是我这些东西都没有的话 那会让我们所有的部门的话 都是陷入一个没有目标的状态 公贸型的客户的话 他这一点 他在库存管理上是做得很好很好 他也不会说盲目的去背很多货 他就赚他这个时间段 他该赚的钱就OK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